我們不要看有多少的確診數 更重要的是重症跟死亡的情況 在我今天來之前 有比較了世界各國的確診數跟死亡數 那實際上臺灣到目前為止的死亡率 還是在東亞地區 甚至全世界都是相當低的國家 也就是說我們的醫療量人還在 我們只要能夠好好地發現重症的人 然後發現有症狀需要治療的人 在黃金十點給他藥物治療 我們的死亡率就可以降到最低 希望大家要專注在死亡跟重症 而不是在輕症或者無症狀的人數 不要忘掉我們九十